新北市屋来一间民宿窜出浓烟 里面的大火也是烧个不停 整间房子几乎被大火吞噬 连同门口一辆轿车也都烧起来 警销人员拉水线洒水灌旧 同时也发现屋内一名富人在三楼的位置 警销是火速破窗救人 让我们看一下稍稍画面 这场大火就发生在今天上午的11点多 警销初步调查 位于新北市屋来这间起火的民宿 其实是没有人入住的 当时是有两个人在屋内 一个人自行跳出来 而另外一个人是从三楼被警销破窗救援 两个人意识清醒没有外伤 执政一烧烧的相当猛烈 里面几乎是全部烧光了 根据了解这间民宿民国92年成立 已经想到20年了 提供住宿泡烫和烤肉 一开始为了赏鸟还有登山的人 后来是变成了民宿 没着这回发生火警 怎么烧起来的 还要交由火吊人员进步理清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网均 一下 追查